我以前常有長輩跟我講說 那個 反有形的東西一定會故障 所以我們人的身體 就是肉體的東西一定會判掉 就沒有永恆的不變 但至少至少我可以讓我的 腦袋裡面的mental health 是健康的 這是無形的 至少可以做到這樣 那所以這個差別是什麼 那個 我雖然身體已經不健康 這是辛苦 但是我希望我能 不堅苦 辛苦還是不辛苦 辛苦但是不痛 這樣的一個退休生活 那10年前我在感慨 說30歲以前人生是甜的這樣 30歲以後人生變苦了 然後說如果65歲以後人生變酸的這樣 所以如果說我們可以酸中帶甜的這個高年級 其實也不錯 另外就是我讀了這篇之後 我覺得它講來講去 其實 其實想一想我自己家裡的長輩 還有周遭一些我很關心的長輩 都在處理兩個問題而已 一個叫做孤單 一個叫做寂寞 孤單就是可能是lipped alone 寂寞就是 lonely 所以它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走出來先 get up get about 翻來翻去就是說是出來走走就對了 然後那孤單寂寞又必須要怎麼樣 遮會 所以你要出來之後 到底來做活就是fiscal activity 然後就可以增加那個social contact 那大家一起來浙會這樣子 我想講完了 因為它這個主題我後來看一看它有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是說 那個理論很多但是不見得好用 很多你實際做會有效的東西 你很難去理解它為什麼有效 或是說它那個背後的理論實在是太複雜 所以它沒有辦法用一個model很簡單 像睡眠醫學生理那麼簡單 說那個是因為有哪些前置因子 哪些二化因子 各式各樣的這個講個頭頭是道的理論 沒有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種類似這種生活的經驗 所以這種研究其實不好做啦 可是確實是需要去做 因為那個intervention很重要 但是intervention始終是很難做 那這一章其實 制定政策者說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長輩的健康 心理健康促進的話 精神健康促進的話 應該要注意哪些人事物 然後怎麼做 就是那個六個道理就對了 所以它第一個是說 一定要先那個處理 呃... 期老 這期老我們是一種 我們說智慧的長者那個期老 是歧視老人 歧視老人 那 我聽過一個演講 欸想想對了 你看電視上可口可樂的廣告 都是找那個年輕的辣妹 帥哥 對不對 最近那個 魂魯威跟林沛欣包到眼鏡 也是都找年輕人嘛 你其實不太會看到說 找長輩出來拍可口可樂的廣告 那就是社會價值 就是對這個長輩的功能 老人家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是反應在西方社會 尤為明顯這樣 所以你要停止這個歧視 然後呢 必須要知道 每個長輩都不一樣 那這個其實我們學心生學都知道 人是一個個體 但是它這邊講的不一樣 指的是說 一個人 你看到一個長輩他獨居 但是他不見得寂寞 所以那個是他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可能要進一步去了解 那當然是不用講說是 無家可歸的老人 或是說像 欸 我在問教授 就是做阿公跟做阿嬤 有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說 因為到這個年紀 會變grandparenting 這樣子 那個其實就會有角色的問題 還會有性別的問題 所以每個人 大家都不一樣這樣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爭取 那個自主性 然後盡可能讓他所有的生活 讓我能夠獨立 那我那天有看到我們一個老師 也是教授的老師 身體已經歪一邊了 然後拿一個拐杖 然後在我們那個 那個春酒 那就很沉重的拖著他的步伐 要上那個樓梯 你看看起來不敢 但是一伸手會被罵 你要去政府他會被罵 因為他對他來講 這是禮避病這樣子 所以那個其實 那個環境並不方便我們長輩 並不方便 對 那接下來最好是有各種 這個的情境或場合 盡量邀請他們參加 所以其實像我們單位 現在還有很多的這個活動 都還是會固定 那邀請了我們老師 除了他可以給我們傳授智慧之外 其實就是對大家這個 Mental Health都會有幫忙這樣子 然後能夠提供這個有效的這個 心理資料 不過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厚線 這一點很厚線 然後最後呢 能夠要找出危險群 而且給他特定的Program 他指的是說 比如說最近才剛上偶的長輩 你有沒有資源可以找到這些人 而且讓他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以用 這個很重要 我其實那時候非常印象深刻 李林關來真的很好 以前我們爸爸過世的時候 我們那個是鄉下地方 所以那個林堂又設在家裡 林長第一個就來了 沒多久里長也來了 沒多久前面幾個市長也都來了這樣子 他那個真的是層層那個通報 層層通報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我們 如果有一本合適的小冊子 或是哪些resource 告訴你說後面要怎麼做 那是很好嗎 有啊 他就會告訴你說 林長里長來跟辦公 那個過世的證明要怎麼弄 那後續有哪些 他都會跟你講 那你就覺得很貼心 這時候如果有些Mental Health 這個Program可以進來的時候 那是一個很好的場域這樣 所以要找出特定的族群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社會的場合呢 都希望能夠促進我們這個長輩的參與室 他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對著這個老人的Mental Health 的這個提升 或是你政策的制定 都必須要有長輩發聲 考量到他們的觀點 比如說我最近在設計那個 這個癌後老人 他們這個手機APP來幫助他們睡覺 哇 我就學到很多 跟我們省得到什麼 你說 你這個味這麼小 基本上我就是 然後就是說 對他們來說 譬如說那個畫面上 第一個 因為長輩的那個協調性不好 他又要很敏感 他才碰得到 他才滑得動 你又不能說讓他太沉重 他的手沒力氣 可是他那個協調性又不好 他又點不到這樣 就是他又要敏感 可是又太敏感 他又點不到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 對我們年輕人來講 就很簡單 所以就是說 都要必須 有他們的這個意見進來 那我們這個 Mental Health Health Intervention 才能務實 然後當然這是最最基本的 是說我們其實有些 實證的方式 可以這個促進他們這個體能 避免 Feralty 我最近在學這個詞 就是避免摔倒 因為摔倒是一種 臨床前的一個徵兆 就是他可能肌肉液已經變差了 那這個骨骼肌也萎縮了 可能後面就會造成他無法歪出 體能就持續下降 容易跌倒等等之類的 那這是比較有證據的 那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我們對一些高危險的族群 必須要危機介入的這個方式 而且要找得到他們 讓他們也找得到我們這樣 那最後就是 在這個教授領導之下 我們在做的事情 教育訓練 就是要我們同仁了解說 這個長輩可能會有遇到 什麼樣不一樣的這個情形 那另外呢 他因為他是歐洲的這個 一些policy的這個意見 他最主要是說 要能夠處理所謂的高危險群 比如說像social isolation 或是身體健康不好的 那其實這個跟製造房子一樣 就從那天來講 我們要針對高危險群 來進行這個intervention 然後要怎麼樣 要mobilize 跟那個impower 這個support system 跟resource 我想這個跟我們中心 一直在講的觀念 其實是一致的 好 這張比較沉重 後面都很簡單 他第一個開通明明說 什麼叫做agent agent agent 其實以前會翻成老話 這其實是不好聽 真靈 我是覺得我覺得這個比較舒服 譬如說他們一直在唱一個term叫做successful aging 成功老化很奇怪 老化他很成功 我覺得順利真靈 真靈 真靈 但是真靈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說 順利真靈 好 好 那第一個說 那到底h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是 這個是生理上的年齡 就是你出生那天開始算 這是生理上的年齡 第二個是功能上的年齡 或是健康年齡 因為我有個機器就是 老師當時就帶我入門 就是心律變異性 它可以代表一個人的生理功能 我給這個老年 我年齡起來 跟弄皮 我已經50歲了 可是我在家裡打wee 大家知道wee它有可以測你年紀的嗎 wee它有個功能 可以測你的平衡性 協調性 那個用那個game 我測起來都29歲 我每次都只喜歡玩那個 我都29歲 所以教授說 你這個人 要進入老年級還早 你的Fungional Age 可能是40歲 那一歲要換掉 那所以我們在這間病房 那個OT老師常在講 你不能看他的生理年齡 因為他可能比那些年輕人 都還要認真 而且體能都還不錯 可以走來走去 所以60歲跟80歲 是不一定能夠拿來比 說他適不適合來參加活動 所以要看他的Fungional Age 這樣 而且我們在這個長輩的 Mental Health 或是人的Intervention 應該是要Restore Function 因為那個生理上的Aging 你是無法去改變的 接下來 一般我們講這個 老人是指的是65歲 可是呢 比如說在我們自己的研究裡面 往往還會再做進一步的分層 是因為他們可能的相關因素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年輕的老人 就是比較小的老人 是65到75 那老老人是指的是75以上 那為什麼這樣分 這個未成年是第一個H 成年是第二個H 然後剛剛的小老人80歲 65歲80歲是第三個H 所以他們把這個80歲以上 叫做第四個H 為什麼這樣是因為認為這第四個H 跟他們很多的心理或是生理的考量是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來說 在我自己的研究裡面很奇怪 那個可能叫做 Sedatic Survival 在80歲以上的老人 很多其實心理條件都比較好 因為他已經一路這樣征戰過來 就是英雄比氣場 80歲以上都是英雄 所以他考量的東西其實不太一樣 然後他可能怎麼樣 眼不衝目不明齒牙動搖 但是他覺得他很幸福 這個叫Residence 所以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要分開來看這樣 那另外一個叫做 Normal Aging跟Useal Aging 這個我們這個底下的報告 大部分都是在處理Useal Aging 什麼意思 Normal Aging就是說 我年紀變大 我自然睡覺就會變得比較前面 因為這是無法改變一個事實 但是Useal Aging是 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就會遇到可能家人生病 小孩離家 就是光往戶獨這些事情 或是我退休 我這個住的地方我要搬家 這個是Useal Aging的Effect 所以我們這裡面 其實大部分在處理的是Useal Aging 這次我講的是說 Normal Aging是辛苦 那個你不要去改變 可是Useal Aging 你可以有一些高危險群的介入 跟一些資源的Mobilize 讓Useal Aging的衝擊變小 這是這個Normal Aging 跟Useal Aging的一個差別 心理完之後呢 我要先提到說 書裡面有講 我們要去理解 這個進入老年期之後 心生會有哪些變化 那這個是跟整個社會架構是有關 所以他有提出很多很多的理論 那知道這個理論 就知道說心理可能會有哪些變化 那就知道說會出哪些問題 也知道說該怎麼介入 但是這個一樣 這些理論沒有一個可以解釋全部這樣 不過大家可以 就一起參考來用 第一個叫做Disengagement Theory 這是相當正向的 他是說打個教授 這只是一個正常的生命的循環 所以到65歲退休 那個也不是說你能力不好 只是說該換人做看看 然後所以他是這個說 應該要很高興的退休 是功成身退 甚至是應該禮讓 他意思說如果你退下來之後 到65歲你可以很peaceful的話 是因為你相近這個事情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如果說譬如說這裡面跟 某些外界的情境 或是說家裡的資源 本身的個性不一致的話 就會產生衝突 你就會有那個事情上的困難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個一定背後 要有一些社會的價值觀 第一個是我們都相信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其老 因為他退下來的意思 因為這個在很多他們說 非洲的部落尤為明顯 因為他們很多那個智慧 是必須長者來傳承 所以他退休的時候 他的那個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因為必須靠他 你智慧才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所以如果是社會是這種價值觀的話 那當然他的適應上就不會有問題 可如果他適應上有問題的話 或許我們在給他關心的這個介入的方式 是可以用退而不飲這樣的一個概念告訴他 就是說你雖然退下來 但是你對這個團體或是大家的貢獻 還是可以持續 可能要想的方法讓他能夠有個地方繼續發揮 這個叫退而不飲的概念這樣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理論是 這個就比較負面一點 他這個是Activity Theory 說你退休不是自己要的 但是人對於這個社會互動的需求是不會變的 所以當退下來的時候呢 你休了 就不動了 就容易會出現Mental Health的問題 因為你本來會能固定上班嘛 你怎麼樣不願意見這些人 還是會有一些人際的互動 這個樣子Activity Level是不會變的 那有點像肯定 你就是需要這麼多Activity 可是如果你因為外界的環境 硬是讓你離開這個情境 你社會互動就少了 所以自然就會出問題 不夠嘛 如果你是自己可以去找方式動起來的 那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退但是不能修 如果就Activity Level來講 他的問題會是退而修 那怎麼樣可以促進呢 就是讓他不修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是更悲觀 這個叫Social Breakdown Theory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全部都是被逼退的 你實在是也很無奈 所以他會出現這個無助無望感 然後就會失去這個掌控的感覺 所以他背後的這個 是因為這整個的這個 這個社會的這個價值是奇老 所以這個字我以前沒看過 叫Agist Attitude 就是歧視老人這樣 也就是說 認為老人他本身已經沒有價值 這個很殘忍 但是他背後的想法是這樣 他也沒有辦法給社會再任何貢獻 那事實上他也是Incompetence 事實上他會帶給大家負擔 所以聽說那個有些遊牧民主 會出現這種情形 只是說 因為有新生命誕生嘛 所以你沒有辦法你要遷居 遊牧必須遷居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帶著老人走 然後甚至那個食物有限 你要分配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分配的話 會把老人隔在那個地方 就走了這樣子 所以那個就是他功能上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 這個要怎麼做 我想這個只能 就社會的價值觀來倡議 我們應該要敬勞尊賢這樣子 然後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說 如果你退休之後 還能跟人家換東西 就不會有清晨性 比較不會有Mental Health的問題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還沒退休之前 是一物換一物嘛 不管是經驗還是薪水還是勞力這樣 但我們退休之後就沒得換 所以他的舉例是說 有些阿公阿嬤 他可以在那種 好幾代的家庭裡面 他可以幫忙夠損 他沒有領薪水 我知道有些還會給一點那個 微薄的薪水 就是一出一出這樣 他有這個角色 那他的Mental Health就會好一點 因為他還能跟人家換東西 他還可以幫忙照顧孫子 那譬如說帶孫子去幼稚園啊 還是說 就跟 有些人就是阿公阿嬤帶大的 然後隔代教養 那孩子到外地去工作 所以如果說他沒有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話 就比較容易出現Mental Health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各自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B退 因為人家可能他的Copy能力很好啊 再怎麼樣壓力大 他還是能轉眼去想 他的這個還是能夠很開心的去接受這些事實 那不過呢 他書裡面的爭議就是有這四種理論 可以來看待說我們A群之後 那可能會有哪些心理的衝突會出現 好 那 就開始分 他說可能會影響這個 退休時期的這個Mental Health 因素有哪些 他就只先看到壓力遠這樣子 就是會有哪些事情 那我們一定要先知道說 長輩會遇到哪些情形 那剛剛有說 要分小老人跟老老人 就是這個第三個年紀跟第四個年紀 所以這是65歲到80歲常會遇到的 第一個 就是這個退休 那你退休之後自然就會 社群網路啦 跟你這個生活中的角色就會有 就會有一些改變 那這並不是說80歲以後沒有啦 但是這個是剛發生 第一個衝擊症候 那接下來就是體能再變差 我想這是一定的這樣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環境的改變 因為我在想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是比如說這個時候小孩很多 65歲應該孩子都大了這樣子 比如說差不多都是30歲40歲 他可能結婚成家了 然後你周遭的比如說可能先生過世了 你可能就要考慮說 你就變一個人住 或是什麼 得跟孩子搬到另外一個陌生的地方 那像我媽媽就是這樣 他不要 他不上來 他說他的朋友都在那邊 然後人家朋友都會去我們家裡唱歌 他上來要幹什麼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有那個 Lows 的感覺 什麼的Lows 社群的Lows 因為退休了嘛 然後什麼Signimate Art 譬如說是光寡孤獨這些 體能的Lows 還有他歸屬感的這個Lows這樣子 所以這些可能都會有這個 引起相對的Mental Health的問題 那如果是在這個 第四個年紀的大於80歲的長輩 會有哪些問題 就是剛剛的Lows 會更慢性 Lows更久 這是可以想像 然後呢 他可能已經無法Dependence 都要靠 他變成是無法獨立 都要靠別人料理生活 都會變這樣 然後可能會有這個寂寞 跟孤單的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可能性是 他除了要顧孫子之外 也有可能顧老伴 這個老伴已經可能是失智了 那這個在我們診好多 就是他是因為顧老伴 他老伴失智的長輩 他根本晚上不睡覺 所以弄得他其實身心俱罰 身心俱罰 那如果我們要考量Mental Health的話 也要考慮到 這樣子一個情形的個案 在長輩更容易會出現 就是他是一個照照護者這樣 然後他必須面對生命的默契 那這個可能要處理這個 上偶的 所以上輕的悲痛 以及自己死亡等等之類 這都是在更一步的這個 老人他們要面對 Mental Health的問題 好接下來這兩張表 在講什麼是說 好那我們知道 他們會遇到這些壓力源 那會有哪些因素 可能可以去左右 這些壓力源的表現這樣 那這兩個 我一開始讀不懂 他說這兩個是最高指導原則 就是你想所有的事情 都要想性別跟文化這樣 就是你底下這些 還是從這兩個來想 我那時候不太知道什麼 因為是WHO講 這個叫overarching 就是最高的 會影響 你那個Mental Health衝擊的 那我們譬如說一個一個來看 這個文化 社會背景文化 它裡面就很會考慮到說 Social Interaction跟Social Function 還有Cultural Transformation跟Stigma 意思是說譬如說 像我們在台灣的社會 大家住得很近 所以它裡面其實都是 英國跟美國的研究 會講說這個 你那個什麼 如果不能開車的話 就哪裡都去不了 我就一直在想 這是什麼藝術 我來想說可能是因為 外國就是 復原廣大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這邊的社區相對來講 比國外的社區緊密 一些的這個 搞不好我們比較好做 可是我們又有那種 城市跟鄉下的這個差別 對不對 我老家 我們那是一個新社區 40年前的一個新社區 所有的鄰居 就是當時大家一起來的 然後從那個旁邊是甘蔗園 到現在是四通發達 當然都是好幾十年的老朋友了 所以即使在那邊 你光對面鄰居 就是你的好朋友了 那這個可能是在別的文化裡面 是不會看得到的 但是這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要推廣這些東西 下到鄉下的時候 或是在都市的話 可能會不一樣 包括你給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因為在鄉下地方 我們之前去做這個社區 你即便是要發一本書 那不太理你 你一定要什麼 要有當地的 好像我們說當地的這個守門人 然後而且還分 分黨派 你要帶到人這樣 否則你敲門 那個長輩就不讓你進去這樣 如果你找對人 你在裡面進去 出來是帶了一大堆水果 所以會這樣一個差別 有一些社會文化的考量 然後這個Cultural Transformation 以前我們都會有那個三代同堂 所以我覺得以前相對來講 可能獨居比較少 但是如果說你考量到說 今天如果在東部 或是在雲林 很多是隔代教養 他們長輩面臨問題就不太一樣 那我們的文化整個變成是西方社會的話 我在想說我可能打為其身 我是去住那個養老院 因為我們兩個都女兒嘛 那我們的觀點在改變 你不想說讓他們麻煩這樣子 我再猜一次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Stigma 我一直覺得是在我們東方文化真的是還好 這個真的是還好 那性別是說會有這個考量到Depression Social Status 貧窮跟角色的差異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女性的這個平均餘命比較長 就有30歲擔心小孩 40歲擔心先生 然後50歲擔心自己的那個停經嘛 對 然後60歲之後又要擔心先生 擔心的是不一樣的事情 後面是擔心她身體不太緊這樣 那可能先生都招走 那就問題來了 因為我們以前的那個很多的 相對來講很多婦女 她會擔任家庭主婦的角色 所以她其實她並沒有工作 也沒有退休金 她有的其實是 可能是先生退休留下來的錢 所以我在門診上 遇到這種情形 是先生已經生病了 然後她想退休 她太太說不行退不行 因為她想的是整個家的 小孩還在念書 後面怎麼辦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你先生走的時候 你第一個變一個人 因為你到65歲 小孩其實大家都離家了這樣 第二個是說你有的就是先生 留給你的這個 一些退休金這樣 那第三個是你一個人的時候 他會有很強的不安全感 那譬如說我自己的家人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附近過世的時候 他去了二樓 騰空去安藏一個 我們有一種那種定時器 直到晚上 應該說黃昏六點就開始 會把電源打開 燈就會亮 然後10點會關掉 意思說他必須讓外面的人看 覺得這個房子在晚上 都是有人站的 不是空的 也就是那種不安全感 怕人家闖空門這樣 另外就是說他一個人之後 我記得那個時候 也不曉得為什麼 好像就是對面的鄰居 他們那個門口 常常好像被丟垃圾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去跟林長反映 因為是對面 林長就要在我們家外面 剛好也是電線桿 裝監視器去拍對面這樣 那我的家人就會覺得說 那很恐怖 那是什麼 起乎寡母 就是他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害怕的這種感覺 那自然就會出現 這是因為都是從65歲之後 然後可能半偶過世 之後就會有這些問題出來 這樣子 那就是剛剛提到這個性別的角色 如果說是阿嬤的話 可能會不太一樣這樣 那不過他是有提到說 我要是不是這樣子 可能要問你 職業婦女 退休之後 覺得最煩的就是 整天要跟老公在一起 一天要跟我看到他 失去自由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壓力 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是 性能過世的這個悲傷 那當然還有包括自己 要面對別人的死亡 還有自己的死亡 那其實忍了中期醫生 到最後最後一堂科技就是這個 那另外還有一些 這個Social Determents 也會影響Mental Health 比如說教育程度 那我自己的研究都發現說 其實現在我們這一代 65歲左右大部分都失智啦 但是在75歲以上 比較多會不失智 他們不失智其實很多事情 就很不方便 他要坐車啦 要出去辦事情 都要人家幫忙 那個長輩有一個東西 我想人都是這樣 你如果覺得自己 在事情都要人家幫忙的時候 會有那種被施捨的感覺 那感覺很壞 所以那可能就會影響這個Mental Health 可是相對來說 如果我們有一群標的高危選群 是不適智的 那我們又要講終身學習 所以如果有辦法把他們找出來 終身學習的話 Event 是上什麼國小的夜補校 很多都這樣 我家裡很多親戚就是65歲 再去上當年未完成的心願 把國小變軟 然後順便再學日文這樣子 然後順便參加日文卡拉OK班 整班就甩整路由 就是這樣一路上去 所以那個可能Education必須要注意 那當然是不失智的 或是教育程度低的風險 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Violence跟Abuse 那這個 我不曉得台灣在北部多不多 不過最近新聞你也是有 就是說 它指的不是半偶 它指的是你的晚輩本身 如果說是有用毒品的 或是罪犯 或是他有些情緒急患的 相對來講 因為你體能變不好之後 可能就會愛中 那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們那個 大概我R1的時候 照顧一個強迫症的弟弟這樣 它強迫症發作的時候 就會一直要檢查那個櫃子 那他爸爸是一個 體能很好的一個長官就對了 所以他小時候 他在關開那個門的時候 他還有辦法支持他 可是我記得到 我那個組織醫師報 第一年還是第二年的時候 他已經能夠把整個櫃子拿起來 砸他爸爸 所以 所以 像我們最近就有些新聞 也看到這種情情 所以他指的是說 哇 被迫家人如果有這樣的暴力 或犯罪 會被偷東西 就會有這樣的情情 所以那個 很多的這個 Social Evaluation 跟Longness 都會帶來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Social Determine 要注意這個是 孤單 跟寂寞 好 那個人因素呢 第一個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說 用盡廢退 所以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考量的話 我們當然 年紀長 那紀性難免會 變得比較不好 可是呢 你可以鼓勵他 可能多打麻將 多開會 不過這個書裡面 他就會想說 這個是經驗之談 其實從來沒有實證說 你那個腦筋用越多的話 你那個認識功 退化越小 但是其實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是比較理論的一個做法 但實證根據可能就沒那麼強 這樣子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跌倒 這個跌倒 我以前不是很care 後來發現真的 那個很多的長輩 他跌倒是一個徵兆 表示他的肌力在變差 肌力變差 表示他的體能 復原力已經變差 所以他跌倒之後 其實就會一路 倒閉下去 所以 他們在跌倒的同時 我不曉得 我們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想像 確實可能也會這樣講 我寧願 死 所以他跌倒之後 他寧願死 也不要這樣子 什麼事都不能做 要別人幫忙 寧願死也不要 都要別人幫忙 這個剛剛講 他的自動性 就已經喪失了 所以我們在考量 mental health的時候 都必須要去注意到說 他在physical上面的這些安全措施 因為你physical health好 自然mental health就好 那你mental health好 就有體力出去外面 你physical health就會變好 那另外一些經濟的考量 包括說這個退休金 我們剛剛有些提到 那貧窮跟家人的聯絡 那這邊家人聯絡指的是說 我過年嫁錢 等於用爸爸媽媽 這個叫做工具性的支持 instrumental support 但是北歐跟南歐有一個很有趣的人 就我想了一下 大概是這個意思 他說 北歐的人 他們天生就比較獨立 所以他們老了之後 常常獨居 獨居 但南歐人 就是像西班牙 他們很多都是跟著孩子 然後到城市工作 然後擠在那個貧民窟 或是貧民窟 或是鐵皮屋底下這樣 他有沒有獨居 沒有 可是他們去憑他們的寂寞 南歐比較寂寞 北歐不寂寞 因為他們從以前有獨立習慣 所以他們自然有自己的社群網絡這樣子 話句說 這種不是只有工具上 我給你的房子住 我給你錢而已 長輩需要其實是 emotional support 他是這樣講 而不是只有錢 工具性的一些支持 他需要的是情感 support 所以我們最近不是有某一家 電話公司在廣告說 有沒有打電話跟你說 我愛你那個 其實想一想 那個如果換成長輩 應該也滿感人的 還有有一次是一個長輩 好像去菜市場 買白倉有沒有 那個女兒過年回來 那幾個其實都是很正面的 我們尊重長輩 知道他們還有一些功能 這種親情流露的一些 可以促進健康的一些做法 因為媒體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這樣 好 所以這邊跟家人的這個 contact在經濟方面的話 可能要考慮到說 不是只有給錢 不是只有給錢 那另外呢 這個一些 health promotion 既已經有的這個社會政策 也會去影響mental health 比如說這個 各種弱勢族群 你怎麼去發現他 然後去照顧他 這個後面會有一張觀眾片 那接下來就是 caring responsibility 他指的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 長照做得好的時候 我想像是長照 我很懂 但想像中 我先生如果裡面需要 我就不用那麼辛苦 我自己在顧他 他指的是 這個是因為這是社會政策 也會影響我的mental health 那譬如說一樣就是 我顧孫子這個也是 如果說我們托育做得好的話 就不一定是我 所以他這個care的reference bounceability指的是 就這個 這個他們有個特名叫做 informal就是不正式 不是政治的care 因為那個孩子真的 照顧的應該是爸媽嘛 可是變成阿公阿嬤這樣子 嘿 所以叫grandparenting 這樣子一個照顧的責任 其實是在 health promotion 層次裡面 需要考慮到的這個因素 那另外這個就最簡單 就是我們這個要活動活動 一些個人的這個生活習慣 life style 第一個就是 有沒有固定在做運動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不一定是運動啦 其他的活動 或是社交的活動 因為這個跟健康的 mental health的健康 心理健康兩個是 雙向關係 是雙向關係 那國外就會有這個 開車這樣子 因為年紀長之後 可能就不被建議 開車怕危險 然後那個 可是你不開車的話 很多地方又去不了 但是套到我們這個 生活情境是說 我們給長輩的交通工序 是否便利 那這個是台北的角度 你在鄉下 我們以前去雲林都是這樣 那個沒有入民的 就整個村阿 然後爺爺的門牌的一號到一千號 他不用路了 就什麼村幾號這樣 然後甚至我以前 在這個南投的時候 做家訪 下路在對面那個山頭這樣 真的一條都把人家繞一個山頭 你這樣子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弱勢在哪裡 就在這些地方 因為他們根本出不來 你也很難進得去 然後他們真的是又 小孩又在外地嘛 生活條件又差 孤獨又寂寞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intervention難做 那個其實功很大 但是你就是要去找出這些高危險群 然後Alco 我怎麼 不知道是因為 我比較不懂這個 就覺得好像在台灣 沒有那麼嚴重酗酒的問題 這是我的講法 不知道對不對 那營養我們在這邊 其實也都還好這樣 然後這個健康的行為 我想這個就一般的 就是那個 譬如這邊要 坐席要正常 吃東西要注意等等之類的 那Factivity 我這件事有些心得 他是說 研究起來 可能這個太極拳 其實是不錯的運動 因為他可以 他動作不會太激烈 可是他也是中等程度的運動 他可以訓練肌耐力 跟長輩最需要的平衡感這樣 所以其實是可以 弄太極拳 那接下來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要知道那個 長輩這個族群 他是抑制性很高的 那這是國外 你看就是要是國外的角度 不過我們可以 可以這個 借來引用 譬如他們要注意是 黑人 跟弱勢族群 所以我在想說我們的 在台灣 我們可能想要就是 譬如說原住民 那或是說 這個 也那麼久了 我們這個新移民 那或是在這個鄉下 教我們比較不方便的 這一群長輩 想要是這個 然後呢 譬如說這個 長者裡面也有 lesbian 也有gay 也有bisexual 也要注意他 那有些 我真的沒想過這個 很老的 這個關在監獄的 他也mental health 也會不好 然後無家可規則 然後這個 有在顧孫子的 然後還有在顧老伴 是失智的 這些 他講了一個重點 他說不是在告訴大家說 他們這些人 需要 一定需要不同的介入的方式 你都很想 但是 你沒有想到他們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是高危險群 他會有mental health 問題的高危險群 因為他們容易被忽略掉 所以只要找出來 那給的方式不一定不一樣 這樣 好 然後呢 接下來的問題 比如說 我們要知道有沒有效 還是他自己有沒有感覺到說 他的mental health 真的有進步 一定要先問他 他覺得什麼叫做mental health好嗎 對 這個就很有趣 他說 在調查裡面 其實你不太容易問到 什麼叫mental health好 比如說 請問你覺得什麼 精神健康好 這樣講不出來 勉勉強感 他是只能講出一些例子 第一個 所以這個問題是錯綜複雜 他說 有朋友還有家人 在身旁 然後呢 我能活得很active 就是都還很活躍 不要 我健康很好 我不用靠別人 然後 往往就是他對這個真名 是有一個正面的這個 態度跟想法 我不缺錢用 然後呢 我在退休之後 還有一定的角色 這些 他會覺得是mental health 意思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怎麼都是一些工具性的東西 比較多 他講不出 什麼叫做這個mental health 所以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 issue 但是呢 這種講法就有趣了 我沒有mental mentally不好 就是mental你好 那他才會出 後面會有一張說 他覺得什麼叫mental你不好 這樣子 最後有一個叫做 happy 幸福感 這樣抽象 這實在是很抽象 我知道有個快樂亮表 我知道只有這麼一個亮表這樣 所以這個不容易去定義 所以這樣的研究 他們其實有很多研究 都做不出顯出的這個效果 就會變這樣 能夠做出來 一般都是什麼 相當工具性的behavior的approach 這樣子 然後 這個 所以反過來問他說 那你擔心什麼 這樣可以吧 如果他擔心了什麼 可以被照顧到 那應該是mental health的價 他的推薦是這樣 那他們會擔心 第一個自己的健康 第二個會怕自己失能 第三個會怕孤單寂 一樣 就是錢的問題 還有沒有被尊重 還有 不能夠保持自己的體能 跟mental activity 其實就是說 我怕我失智 還有假裝 我不失智這樣 這是他裡面的舉例 還好 就執行研究說 還好我不失智這樣 還好我頭腦很清楚 還好我沒有變成那樣 那接下來是世界和平 這是世界和平 好 這就是這幾個他們會在意的東西 好 那所以 快結束 他整個整合起來 有這個例子的model 在講說 就教授常講 以個人為中心 以家庭為單位 以社區為幻蟲 就是由小到大 來考量這個mental health 然後他去分 會讓mental health變不好的 還有會 promote 讓mental health變好的 然後再分 實際有人在做的 還有從研究裡面發現 因為研究裡面都弄得太單純 可是至少有的研究發現 對mental health不好在個人層次的話 第一個 沒辦法走出來 跟做些事 get out and get out get out就是走出來 get out就是做個事情 大家出來做會做事情 然後那個怕沒有被關心到 沒有被照顧到 就是被忽略的一群 沒人差萬 然後呢 退休是一個 傷痛悲痛是一個 孤單寂寞沒自信 那mental health不好 體能變差 這個沒辦法動 然後這個被施捨的感覺 這一定感覺很不好 人家施捨 然後害怕說犯罪 就在被招小偷這樣子 然後呢 好的是哪些 就是重視個體 然後知道我們有不同的長輩的需求 跟他們的族群 懷舊治療 懷舊治療 跟他們一個叫做 live review 是不一樣 懷舊治療指的是 單一事件 就好漢要提當年有 就是那一個事情這樣子 譬如說 海軍陸上 對啦 我們半夜從我們寧遠開車到 墾丁去 抓蝦子 考完之後 凌晨再回來跑五千這樣 這是真的 好 然後就是這個 但是live review 他這個我就比較不懂 他是說講中 一生啦 一生的整個過程 就是有點像懷舊治療這樣 然後呢 從研究上面可以看到說 他必須要感到安全 然後能夠做些事情 那他是有資源可以動用的 還能夠做運動之類 這是個人層次 那如果說進到社區的層次呢 哪些會讓Mendal Health便佈 他就說 這個獨居的人 實在是太難去找出來的 就是說 就剛剛講 你獨居不見得是精神健康 就不好 你跟家人摔跡也不見得比較快 所以他很難去找這樣子 然後呢 社會對老人的這個stigma 然後另外 好的是有哪些 大家要注意到這個議題 所以有一些廣告 還有一些影片 在國外都有固定 可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敬勞尊賢 然後降低這個stigma 然後呢 要邀請長輩參與社會的這個決策 還有一些活動 讓他們表達他們意見 而且被重視這樣 然後有一些這個 團體的活動 對他們也是有幫忙 那他們會想要這個社群網絡跟社會的支持 交通要方便 然後要互動性 要當志工 那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 他說 這樣的一個group要成功 正好跟我們那個四頭之間變成一模一樣 他說有四大要件 第二要件 你的成員裡面一定要有假薄的人 就是那種 很活潑 你看我們志工 我們志工 我們志工很熱心 那種好人好事 是重來是要炒 一定要有這樣的成員 他才起得來 那第二個呢 他最好是有這個固定的時間 就是一定要規則聚會這樣子 規則聚會 做什麼都還好啦 做什麼都好 那第三個呢 他最好是有資深的成員 或是有一個專業的人 在裡面當領導者 那第四個呢 是你要有可用的資源 就是你錢不缺 那場地不會就突然不見 他說 如果這四個要件的話 我們辦這樣子 mental health的一個團體 比較容易成功 我覺得這個還蠻受用的這樣 好 那第二個呢 譬如說這個 相互信 相互信是說 他們有一種program是 Killing Down 就有點像我們那個鄉下 帶著你去拜訪那個獨居老人一樣 那這個其實是有爭議的 因為有些研究說這種根本沒有用 那有些是說有用 他說你沒去就沒了這樣子 那他說比較重視是 我今天給你這一包米 你不能是那種被施捨的感覺 所以他說最好是什麼 找那個年紀相仿的啦 阿公找阿公阿嬤找阿嬤 阿就閒話家常有那個互相啦 是大家去你們家開工的 那這種的效果 那個才會好 然後那個志工呢 其實也是一個 覺得可能會有效的這個方式 那另外呢 一些政策面的話就是說 有什麼事情的話 沒有去問這個長輩的意見 這個是不好的 然後我們這個介入或研究的對象 沒有這個代表性 或是忽略掉這個少數族群 那好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還是一樣 就是尊老 敬老尊賢這樣 那什麼事情都會邀請他們這樣 大概是這部分 好 他們最後一個是 你要找誰做這樣 怎麼做 第一個 setting 你要去改善他的這個 家裡的這個 重新裝潢啦 他意思就是說 你那個人 老了之後 很怕我們家在樓梯 現在小時候 那種的東西 那種老的那個 那個透天錯 那個坡度實在是有夠大 然後每一格都那麼小 那以前從來不會覺得 現在就看 媽媽在那邊扶著走 你真是很怕 然後家裡又他一個人 然後這個 交通工具 他現在他還能騎摩托車 實在是接下來 如果他不能騎摩托車 他連在那邊看病啊 買菜啊都不方便 你就會談心這些事情 然後呢 要針對哪些人 第一個 sensoring payment 一定要啦 然後他的活動 有問題的 因為這怎麼講 就是容易被孤立的那一群 他出不來這樣 然後是怎麼樣 最近上偶的 獨居的 或是他有在照顧別人的 男人女人都要 種族要考慮 然後他提到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他是說 這種social isolation 單身的老男人 他都沒有講女人 單身的老男人 比這個 已婚的老男人還要宅 那已婚的老男人 比那個官夫 官夫就是那個上偶的 還要宅這樣 也就是說如果上偶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覺得很自由 一天晚上就不會 就不會 悶在家裡 一天晚上爬爬 比較不會有mental health的問題 ok 好 那當然這個長輩 如果本身早就有mental health的 這個問題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 需要特別去被關注 所以這樣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標的族群在哪邊 好 快結束了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review 就是說 剛剛講的那些方式 比如說我們帶團體 帶運動 到底有效沒效這樣 他是說 這個 如果說用團體的話 一般是覺得他有效 可以降低這個心理的壓力 那孤獨感 可是呢 團體要成功 要有剛剛那四大要素 那第二個呢 這個要運動 能夠促進這個 esteem happiness 跟 well-being 減低憂鬱 而且這個跟情緒 是雙向關係 運動他們 有執政就是這個太極權 但是呢 去家裡訪視這個就 不一定有效了 他們覺得是 可能還是有效 是因為 你評估他有沒有像那個工具 可能是有問題的 你要仔細去問他 他的感受是什麼 那如果他們 你仔細去做執行研究 他會覺得說 人家在家裡 他有被尊重的感覺 有像被老朋友聊天 這種感覺 他還是會有下降 他會講的這麼 這麼 這麼突兀 是因為有 有一個 我忘記是哪一個國家 他們直接想說 這個沒效就不要做了 所以他們說不一定 不一定 你要用執行去看這樣子 然後那個 這個 有一些研究發現說 喘息服務 就是我們常說 照顧那個失智長輩 還是家裡蠻青蔽 那個喘息服務 還有這個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帶CBT 會有效 然後那個CBT是說 他要教這個 教育 就是教你怎麼照顧 失智長輩 這一定要 然後教什麼 壓力管理 然後給他情緒支持 不過那還是老問題 誰來做 哪有那麼多人做 所以這個都是 心理治療本身的限制 所以 第一張那個法律 說要提供 Psychosocial 比如說這個就是 除非我們可以很多人 有辦法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 有一點點的證據 說這個 當志工可能是有效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志工 他確實是已經符合 上面所有的要素 對不對 就是他是一個 他可是一個團體 那他有體能的活動 他有人際的脈絡 而且互相支持 那他既然叫志工 又在醫院 一定有專業人在背後 所以我想那個問題在哪裡 出不來 出不來 還是他沒有一個很雞婆的人 一直去他家 把他拉出來 這樣 後面是這樣 然後目前是認為這個 懷舊治療 不一定有效這樣子 然後電腦科技也不一定有效 中生學習也不一定有效 他電腦科技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阿夫 我們有一間電腦教室 他教一個人 導致上電腦科 一個是趣味 第二個他們如果 學會電腦科技之後 就可以設立這個論壇 就會有些生活中的這些聊天 他可能可以 就會用一些 像Facebook的這些東西 但是這種研究他們說 就不多 那中生學習有沒有效 也不曉得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些問題 好 那最後呢 如果要成功 一般有這些 一個他們已經試過在社區 做成功的這個計畫 有這些特色 第一個 他還是多多少少得根據一些實證 或是什麼 Long Term Knowledge 就是大家 口偶三本下來有效的那種方式 我說那個理論就是只能當參考 不過你在理論至少可以拿來當評估 你可以用理論來評估這個計畫 有沒有效 可是你很難從理論來發展你的計畫 然後一定要考慮這個 這個文化跟社會的這個因素 大家對這個老人家的這個觀念 看法 還有這個 影響他們這個去使用這些 你設計活動的這些動機 好的計畫都要去考慮這些事情 然後呢 一定要讓老人也來參加 我覺得真的非常重要 像我現在當然Google 就是邀請長輩說 你來搞什麼 因為那個真的 他的意見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然後接下來 你要定期的去評估 而且要有創造力 然後最後呢 是你計畫再怎麼修 那個精神是不能變的 那個背後 你掌握那個精神是不能變的 計畫可以改變 可以改進 但是精神是不能變的 他說好的計畫好像都有這些特色 都有這些特色 好 好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